林玉堂是不速之客 他的突然出现 让整个舞蹈房陷入一种怪异的气氛里 前一秒的吵闹 后一秒的寂静 看着门口的林玉堂 猴子和壮汉善意有敏感的眼神 再次被触动 他们居然残忍地把老三一个人留在宿舍里 不跟他打招呼就算了 还要他过来找他们 想必强烟欢笑的老三 一定是想通过请客讨好他们 怎么办 好自责 林玉堂没有立马走进来 只是靠在门侧等着 倒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矜持 夹在鼻梁上的镜片透着淡淡的光 里面是一双比女孩还秀气的眼睛 何之洲第一个开口说话 口吻十分自然雷落 上哪儿吃 你们决定吧 林玉堂一步步走过来 最后来到沈夕跟前 看了他一眼 想吃什么 沈夕抬眸 小声开口 小龙虾可以吗 林玉堂看向猴子和壮汉 包括何之洲 用眼神询问他们的意见 何之洲不发表意见 猴子和壮汉很明白 自己只是陪吃角色 都特别配合的点点头 没问题 我们都爱小龙虾 沈夕有几天没看到林玉堂了 那次他说不想嫁给他之后 他和他就没见过面 之后林玉堂不找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话 他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以前那种随心所欲了 他并不像这样 又不知道怎么办 林玉堂何尝不明白沈夕的心思 所以才有晚上这一出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他再不来找沈夕 他和他只会渐行渐远 他是他的青梅竹马 他心情再薄良 也不想沈夕彻底走出自己的生命里 最终成为他成长岁月的某个符号 S大的东门出来 再走两站的左边小路进去 有一家特别好的夜宵摊 那里的小龙虾 尤其一绝 现杀现烧 晚上八点出来 这个时候出来吃夜宵的 大多是社会人士 当然也有几桌是大学里的学生 其中一桌的人 何知州和林玉堂与他们都认识 路过的时候还打了招呼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长得特成熟 沈夕以为是老师 何知州告诉他 他是一位在读的博士生 论文连续三年都没有过 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人生顶沸 滑拳的滑拳 吹牛的吹牛 大号的落地风扇呼呼地吹着 这样的夏天热闹又清凉 富二代猴子是这里的熟客 沈夕知道这家摊子就是猴子介绍的 上个月他用何知州的身份在这里总计打包了二十斤小龙虾 所以何知州一出现在这里 老板就跟他打招呼 笑容热情 周周呀 好久不见了 周周 何知州一时无语 看了眼身边的沈夕 对老板点头 加了一句 老板 等会儿便宜点 老板 那死当然 那死当然 沈夕看何知州假装和老板很熟的样子 心里就好笑 他坐下来大手一挥 堂堂小土豪请客 老板 我们要五瓶酒 六斤小龙虾 不 十瓶啤酒 壮汉把啤酒树翻了一倍 然后找了一张最干净的桌子坐下来 沈夕第二个坐下来 与壮汉隔着两个位子 然后领域堂过来了 他没有在沈夕身边坐下 而是坐在壮汉身边 与他恰好隔着一个空位 好像特意留给何知州一样 何知州看了眼那个空位 也没有坐下来 无动声色地走到沈夕另一边坐下来 沈夕看看自己左边的空位 眨眨眼睛 幸好猴子机灵地插在了他和淋浴堂的中间 避免即将出现的尴尬 猴子转头看壮汉 十瓶啤酒 你喝得光吗 提前说好了 如果喝不完 全部你解决 壮汉笑笑 大家不醉不归吗 何知州拒绝壮汉的提议 不行 神奇还要回宿舍 壮汉有点遗憾 既然出来了 他就不想回去了 而且好久没有通宵唱歌了 他再次建议 吃完夜宵后 通宵唱歌去 猴子有点心动 现在他们是大三最后一个学期 S大南宿舍管理不是特别严格 晚归或者不回去 打个电话给宿管阿姨说一声就行 只是沈夕 所以壮汉的建议只能听听而已 结果倒是林玉堂问沈夕 晚上可以不回宿舍吗 沈夕望了眼林玉堂 看林玉堂认真的样子 点点头 其实不回宿舍也没关系 他只要给豆豆发个短信而已 林玉堂抿了下唇 那晚上接着唱歌吧 沈夕不好搏林玉堂面子 立马笑起来 语气轻快 行啊 沈夕把视线落在远方 从头到尾 一句话也没有 龙虾还没有上来 沈夕已经闻到了香味 中间 他频频回头 看老板炒龙虾的高大身影 眼巴巴的模样 沈夕不忍直视 伸手将他的脑袋搬过来 沈夕只好双手抵在餐桌上 拖着下巴干等着 啤酒上来了 他转过头看林玉堂 开口询问 唐唐 你怎么突然要请客啊 林玉堂开了两瓶酒 没什么 就是之前借出去的钱 拿回来了 沈夕脑子 沈夕脑子愣了愣 明白林玉堂说的是什么钱 他有点不好接口 林玉堂主动交代起来 上个学期 沈夕脑子愣了 沈夕脑子愣了 沈夕挤了几嘴角 然后伸手抓了抓小腿 露天吃夜宵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蚊子多 他挠小腿时 何之洲突然站起来 向老板那边走去 很快 何之洲回来 手里多了两盘蚊香 沈夕感动了 眼睛眨巴眨巴 何之洲从裤袋里 掏出一个金属打火机 将两盘蚊香分别点燃 一盘就放在沈夕椅子旁 另一盘放在中间的地方 男朋友如此贴心 沈夕捂着微烫的脸 安安静静地坐在何之洲身边 立马化身小女人了 从前他从表姐那听过一句话 女人在不同男人面前 扮演不同角色 在小男人面前 会不知觉扮演女强人 在有些男人面前 只要做一只卖乖的小猫就可以了 现在 他觉得自己在何之洲面前 只要做一只小猫就可以了 喵喵喵 龙虾上来了 除了龙虾还有好几个开胃小菜 有吃有喝谈天说地 因为猴子他们都临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口 话题就扯到了今年的安排上 每个人的安排不一样 但唯一的共同点 各奔前程 猴子和壮汉都是能喝的 酒盖一个个落地 沈夕给他们开酒 他每开一个酒瓶就看一眼酒盖 可恨的事全都是谢谢惠顾 第六瓶啤酒 他再次翻开酒盖子 在壮汉期盼的眼神里 扯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哇塞 居然是再来一瓶 什么 壮汉立马伸手 快给我 快给我 算了 咱们不稀罕 沈夕故意逗壮汉 说完将酒盖一抛 太作了 壮汉视线跟着酒盖 从空中抛落地上 然后快速离开座位 向瓶盖落的地方跑去 壮汉心疼地把瓶盖捡回来之后 将瓶盖对准露天灯 仔细看了看里面小字 结果还是谢谢惠顾 壮汉愤怒地转过头 正要生气时 看到沈夕无嘴 偷笑渐渐的样子 她怎么有种 软绵绵老大的视觉感 同时 恶作剧成功的沈夕 跟猴子击掌 猴子 我帮你报仇了 猴子立马举杯 敬了她一杯 沈夕端起酒就要喝 酒杯还没有碰到嘴 就被何之洲拦下来 还有没有分寸了 何之洲声线有点冷 甚至有一丝不客气的意味 沈夕掘嘴 偷看了眼何之洲 发现她脸色也不好 她犹豫一下 放在桌子底下的手 不经意碰了碰她 何之洲脸色缓下来 直接替沈夕把酒喝了 猴子当然不会勉强 坐下来推推旁边人的手肘 你看 我糊成这样子 林玉堂 当然要护着 怎么是林玉堂 猴子摸了下头 不好意思 她推错人了 她本要推壮汉的 林玉堂只是笑 突然她手机响了 她说了一句抱歉 离开位子接听电话 周围喧闹 林玉堂走到稍远处的 路灯下方接电话 沈夕转过头 正看到林玉堂嘴角带着笑容 眼角有着令人心动的细致温柔 何知周吃得差不多了 懒懒的背靠以备 她有点明白林玉堂安排今晚夜宵的原因了 林玉堂打了五分钟电话回来 沈夕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说 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吃光了 瞧 你碗里那只 还是我给你抢来的 林玉堂低头 她跟前的白色碗里竟然有一只小龙虾 她笑着开口 哼 没关系 等会再叫几斤 我们都吃得差不多了 不用再叫了吧 最能吃的壮汉也摆了摆胖嘟嘟的手 林玉堂把手中的手机放在桌上 不是 等会儿我还有个朋友过来 猴子受惊了 啊 什么朋友 林玉堂看了眼桌上的手机 嘴角挂笑的抬起头 最后摊摊手 一个女孩正追着